在孕期的過程中 因為小朋友在媽媽肚子裡 大家就說 媽媽不能生氣 然後營養也要顧好 然後跟小朋友輕聲細語 跟爸爸講話 對 跟肚子講話 開教很重要 可是好像不只媽媽 好像爸爸也很重要對不對 其實爸爸媽媽 跟肚子講話的這件事情 絕對不是百搭 真的喔 對 因為之前有一個研究就是說 如果你在懷孕的 最後那一段時間 常常跟你的肚子裡的寶寶 講某一個詞 比如說你們之間的暗號 默契的一些詞 那出生以後 其實英文是記得那個字的 所以當你在 譬如說你給他取個綽號 叫小魚兒好了 那他還在肚子 一直叫小魚兒 出生以後 你用小魚兒去安慰他 安撫他 他會比較容易安靜下來 對 所以在跟著肚子講話 的確他是聽得到的 他的 那爸爸跟媽媽跟寶寶講話 音頻不一樣 因為爸爸的音頻通常比較低 對不對 然後媽媽通常比較高一點 結果加拿大有一個研究 就發現這種爸爸的聲音 比較容易刺激到寶寶 然後寶寶在肚子裡的時候 對爸爸聲音的心跳的反應 或者是肢體的反應比較大 就因為音頻比較低的 可能吧 他們就是看到這樣的一個研究 看到這樣的一個結果 那出生之後 對媽媽的聲音比較敏感 在肚子裡的時候 對爸爸聲音比較敏感 所以爸爸也千萬不要說 這種娘腔的事情 不要做啦 出生以後再跟他聊天就好 趁他還在肚子裡的時候 他對你的聲音反而是更有 這個建立關係更有默契 是 ο 欸 親自家 我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